不静观 再者 朱比丘 比丘思维这个身体 从脚掌思维上来 及从头发思维下去 这个身体由皮肤所包裹 并且充满许多不静之物 在这个身体当中有 头发 身毛 指甲 牙齿 皮肤 肌肉 筋间 骨骼 骨髓 肾脏 心脏 肝脏 肋膜 脾脏 肺脏 肠 肠 肠肩膜 胃中物 粪便 胆汁 痰 浓 血 汗 脂肪 肋液 油脂 唾液 鼻涕 关节滑液 尿液 朱比丘就像一个两单开口的袋子 里面装满了各种骨类 如梗米 米 绿豆 豆 芝麻 金米 一个视力良好的人打开袋子 检查他们说 这是梗米 这是米 这是绿豆 这是豆 这是芝麻 这是金米 同样的 朱比丘 比丘思维这个身体 从脚掌思维上来 及从头发思维下去 这个身体由皮肤所包裹 并且充满许多不净之物 在这个身体当中有 头发 身毛 指甲 牙齿 皮肤 肌肉 筋见 骨骼 骨髓 肾脏 肺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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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肠 肠肠肩膜 胃中物 粪便 胆汁 痰 浓 血 汗 脂肪 肋液 油脂 唾液 鼻涕 关节 滑液 尿液 如此 它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 安住于观照外在的身为身 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身为身 它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现象 安住于观照身的坏灭现象 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与坏灭现象 或者它建立起有深的正念 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 它独立的安住 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 诸比丘 这就是比丘安住于观照为身的方法